我要跟所有的民众报告一下 我觉得他在混淆视听就是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议员在干嘛 我跟大家讲 议员除了开会 审理议案以外 很多的时间是要去处理服务案件 徐晓芯她没有服务处 所以她不知道什么叫做服务案件 她没有服务处喔 她没有服务处 我有设服务处 有我们那个 好 徐晓芯没有服务处喔 你有去她的服务处看贵吗 议员不服务的喔 我们送安心服务处有点贵 欧阳喔 因为很贵就不设啦 还没有服务 你也还没设 我找不到地方 但是因为委员他毕竟才刚上 所以他新人而已 所以我觉得不用对他太苛责 议事规范本来就是亲自签到 发言在场 所以哪怕当了台北市长的蒋万安 当年当立委 难道签得到都坐在那个椅子上吗 我跟你讲要拍那个空椅子喔 100张也不够拍 所以那个是一个外行无厘头的指控 连议事规范都不知道的议员 才叫做薪水小偷